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7月19日 第二卷第二章十一节 引用经文 加拉太书六章三节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真正的谦卑是将荣耀唯独归给神 哲学的真正根基就是谦卑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 当一位演说家被问到 演说的主要原则为何 他回答说 第一原则是传讲 第二原则也是传讲 第三原则还是传讲 如果你问我 什么是基督信仰的敬虔生活之准则 我总是如此回答 第一是谦卑 第二也是谦卑 第三还是谦卑 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呢 奥古斯丁认为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有些美德 但是禁戒自己不要骄傲自大 这仍不能算是谦卑 唯有当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的贫乏 除了谦卑之外 无处可藏身 这才是真正的谦卑 他说 任何人都不可自夸奉承自己 因为人若自我中心就是撒旦 人的福气唯独从神而来 因为你自己所拥有的 除了罪之外还有什么 除去你身上的罪 罪是你自己的 而义是属于神的 奥古斯丁又说道 为何我们假设人的能力 是如此强大 其实人的能力 已经受损破碎混乱丧失了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实的悔改认罪 不是虚伪的辩护 任何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 不能从自己得到帮助 他里面的武器就折断 战争就止息了 所有不前不意的武器 都必须摧毁破碎焚烧 你自己越是软弱无力 就越得着主的恩典拯救 奥古斯丁在解释诗篇七十篇时 劝戒我们不可自以为义 使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义 神施恩典给我们 要叫我们知道自己一无所有 我们唯独倚靠神的怜悯而站立 因为我们自己全然是恶 我们切切不可以为自己有权与神争辩 好像我们将自己的好处归给了他 要他偿还 正如我们的卑微显出神的尊贵荣耀 我们承认自己的卑微 就在他的怜悯中得一致 我们不是劝告那些不信的人 要勉强自己听从 也不是劝告那些认为自己有能力的人 为要成为真正的谦卑 最好不要注意自己的长处 我们乃是要求这样的人 脱离自恋与野心的疾病 这疾病弄瞎了他的心眼 是他自视过高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唯有透过圣经的明镜 忠实照出人的本相 人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卑微光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色不见 对人们进行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